大家好,歡迎來到京城科技整合股份有限公司 Monitoring and Operation Center為運監控中心 近幾年資安事件平團 政府也在108年通過自通安全管理法 規範範圍除公務機關外 也包括能源、傳播、運輸、醫療、高科技、金融 及受政府補貼超過50%的法人組織 這也是所謂的關鍵基礎設施 關於資安管理程序的設計、資安技術的運用 資安管理的體系在單位要如何建立 以及後續調整與優化是必是很重要的功策 別擔心 Monk中心團隊以為作為整合了不同領域的資安研發團隊 研發了幾項資安維運服務 接下來為各位來做介紹 第一是我們的政府組派基準規範 GCB 的檢測工具 GCB 是行政院技術中心用來規範資通訊設備 像是個人電腦、伺服器主機及網通設備的一致性安全設定 可確認個人電腦及伺服器主派的合規性 滿足目前政府要求機關需導入GCB 的規範 第二是我們的SOC監控系統 因應資安法對於A級與B級機關的要求 提供7乘24小時的網路監控防護 接下來是我們的LUCAS日誌管理系統 LUCAS有固形化的管理介面進行日誌分析 主動發掘密碼猜測攻擊 登入異常的事件 偵測外部帳號入侵事件 防止資料外洩並能夠對網路流量異常進行分析 且製作出報表 第四是我們的ISMS資訊安全文件管理系統 用來滿足單位執行ISO 270010所面臨的大量文件及表單 第五是我們的CMS組態管理系統 用來管理資訊服務的組態狀態 當異常發生時能及時進行衝擊分析與影響評估 確保維持整體服務正常的相關設備運作 當系統發生異常 服務才會查詢用戶的歷史資料 並依照問題緊急程度指派相對應解決問題的窗口 透過持續的追蹤及更進補助機關做服務可用性的確保 整合合分析客戶問題並提供更好的服務品質 進行的資安情勢 哪一株資安事件總是發生在不知道的問題 而且無法事先準備 這也說明資訊安全不再是透過產品的採購能夠達成 並且同時健全資訊安全服務管理控制與回應程序 以及不同角色的專業技術人員 我們的資訊安全的技術 無論是研發、維運、維護 或是邀請精神在各資安領域的產品專家、技術顧問 以及陳述顧問 同時結合本土企業、組織、共同協作的成果 可以提供最優質、最全方面的資訊服務 精神是您可以依靠與您共同成長的資安夥伴 就讓我們的維運監控中心 來共同守護您的資訊安全